要说日本菜 对说这家日本菜挺好吃的 而且不贵 最贵最贵最贵的也是380元 但它已经叫做特尚 而且里面有15款刺身 但图片看出来是不止那么便宜的 我看看第二个包包可燃 可燃是一间什么店铺? 可燃是一间鱼山饭 我们叫当饭的专门店 你听到当饭会觉得很平民 理论上是 但我觉得它的价钱也很平民 因为380元吃过15款鱼山饭 其实是很划算 因为在外面一间很平民的当饭店 200多元 它也可以收你200多元 是的 其实很普通的鱼山饭 现在都可以收别人超过200多元 是的 现在就知道 现在你说鱼山籠日本饭就可以了 而且它是将一些 我们印象之中很贵的海胆 拖鲁 放在一堆 它就可以收你300多元 是的 而且没有什么处理过 其实你看到现在这个师傅 他正在切它的吞拿鱼 它不是一坡货回来的 它真的是圆条吞拿鱼 或者它是会圆条秋刀鱼 圆条肩鱼 回来就自己切 切完之后 它还要用一个很像我们吃奥马卡丝的师傅 事前准备 是将它叶 跟回它的鱼类品种 需要叶就叶 以及做一个熟成 做那么多功夫 是的 接着它才去做鱼山饭 其实基本上 它那里有吧台 如果你坐在那里 你会觉得自己在吃奥马卡丝 所以我最初看照片 我以为你吃奥马卡丝 只不过你吃一个轻便的午餐 或者你会觉得它 可能一向是做奥马卡丝 但是它午餐又会给你饭 有当饭的选择 所以我有个错觉 是 但是其实它是专门店 它是真的专门做鱼山饭 而且我想多说一件 它380元还要包沙律 汤和蒸蛋 哇 正 我们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它有很多鱼山在那里 本身它都是 很多时候做鱼山饭 有些是乱切的 打算全部扔下去就算了 切粒 但是其实你做得漂亮 是两件事 是的 那再看一下 我们看下第五张照片 不如我们直接进正题 好好 那我们在砌鱼山饭 是 那些材料很漂亮 还有 有时候是鱼山饭 是之前一天剩下什么鱼山 就切下去 是是 但是这个不是 是 看下张照片 鱼山饭是怎样的 是 哇 再看下一张照片 可能看得真一点 是 是啊 好漂亮 华蓝色 还有它是有排列的 还有它是有排列的 它是有排列的 它是由前至后 是由淡味到浓味 哦 那你就跟着 持续由前面吃到后面 那才像一些师傅做出来的东西 不是全部都是鱼山 拌坏就算了 是啊 还有它是 不会说你去当饭鱼 它不是来来去去 它不是海胆 就是拖来的最贵的 是 它是有丝鱼 赤绿 我喜欢丝鱼 我喜欢丝鱼 我妈咖喱 吃寿司上面的鱼山 是 那些材料 是 不是只有你去去去 那五款 是 还有我喜欢有些银皮鱼 还有它拖螺都有 是啊 其实说真的 你可能你在外面吃刺身 你那两块拖螺都已经 可能200元 都要80-200元 都要 是 那还要弄得这么漂亮 是 然后下一张照片是什么 应该是另一只饭 是 哇 这个是吞拿 吞拿 我记得它是有七款 六款的吞拿 是 是 它有烧露天 是 是 上面 高一点的位置就是 用火 是 是 另外有大拖螺 有 赤身 有中拖螺 中拖螺 有烧 拖螺 还有 下面好像有些吞拿鱼的融 是的 再加了白色的那些 是不是槐山 再加了白色的是葱 葱 葱 下面就是黑色的紫菜 是的 其实它后面那块紫苏叶 就是中落 是 有些少不舍得吃 很漂亮 很漂亮 我多拍一些照片 都遥浪 而且味道应该是正做云 而且我记得这碗是二百多元 是 是的 很想立刻冲过去 是的 在哪里来的 这间海燕 这间都是中环的 在威廉顿街 威廉顿街 海燕的海就是大海的海 是 是 是 我印象中是近百花街那里 百花街那里 百花街那里 其实它的门口不是很难找的 虽然小 但是不难找的 而且它是要走少少楼梯进去 那你就会觉得好像去日本家庭式那些 哦 它座位不多 座位不多 20个左右 但是如果它很专注做这个鱼山饭 这件事也挺聪明的 它是聪明的 因为其实它开这间鱼山饭店的师傅叫燕之傅 譬如以前去过元朗寿司园的话 可能会认识的 其实它真的是做开我妈咖啡出身的 突然做开我妈咖啡就做了鱼山饭 它就说其实为什么它可以做这么便宜呢 因为你其实做我妈咖啡 你需要很长时间对着客人 你可能两个小时才接到一台 即是才招呼一台客人 那鱼山饭其实它一直做 它很快出去 其实它省了时间 其实师傅的人工都是一个cost 所以它可以做到这么划算 所以它的鱼山也是朝早早 即是朝暴晚常那些 即是每天新鲜日货 很棒 接着我们看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它怎样砌一个草盒的东西 其实这个不是它平时的鱼山饭 这个它叫散寿司 知道哪种 是的 香港应该比较少 我也是在关西的区域才能吃到 即是很传统的店铺才能吃到 那饭本身已经有些鲜鱼丝 有些芝麻 所以本身它的饭也很香 有拌味的了 我觉得好像日本富有太太做给老公 这种饭我也没有吃过 即是它叫做散寿司 它的饭是加了一些 好像醃了的冠布 少少菜的东西 所以是有味道的 好像这个 是 接着它上面加了青瓜 切得很漂亮 再加一个玉子烧 自己烧的玉子烧 然后慢慢搭上去 是的 接着就看看照片的结果 哇 好像去做一个春天很漂亮的公园 哈哈哈哈 你这样很思义 真的很漂亮 是的 这个我记得都有12款 12款是刺身 因为散寿司 它就说会是比较多些植物 是的 即会有冬菇 椰萝卜那些 寿司刺身就会有12款 这个也是特上的 而且我欣赏它 是真的做到 每一件刺身 是有自己的味道 即自己的鲜味 就不会说你 你外面吃的当饭 其实你拌完一堆 是一种味道 是的 那它就每一款 真的有自己的鲜味 即你可能一枝匙筋 搭上饭 这样吃 其实都像在吃寿司 是的 那就正了 接着有一个 就是打包的版本 就是外卖的 是的 其实它是用一些很传统的盆 就是很日本那些 有些不知什么叶做的盆 是吗 因为它是假的 真的 它是在日本运来的 因为这种 外面 如果我这样看这种种的叶 以前是用来包那些 那些寿司的东西 因为这种叶可以驱从 所以比如说以前拿着一些食物 比如说你老公在农家做的 坐来 我要拿着 你穿着和服去送这个饭盒 因为附近有很多蚊虫 你要找一些盒 一些质料去驱走蚊虫 才包食物 那就安全一点 是掌脂式 是的 而且我想说 它在拖罗后面还有一些 橙色的 那是甜蝦 那它为什么会有那种 是因为它用了甜蝦的虾膏和虾壳 它熬了汁再淋上去 所以我觉得它真的做得很有心思 而不是说真的将一些贵的食材 就这样堆上去 即不是这样塞上去 是的 而且它除了有姜片之外 也有叶萝卜 两种不同颜色 我喜欢吃完饭之后 吃一点叶菜 这个设计多少钱 这个外卖设计 它其实跟特上那个 之前我们看到很丰富的是一样 它都是卖300元 但你不用加1 哦明白 而且它其实也很充满 尤其是你中环区午餐 尤其是300元就可以吃到鱼山当饭 这个你就早两天预订 它做到就会做 哇 这个你作为请朋友吃饭 假设不方便出去吃 请朋友吃饭 也是一件很美丽的事 我相信朋友如果你打开饭盒 就这样打开就觉得 哇好美啊 都令到别人开心 其实我想说如果做生日蛋糕 我正到饭盒 代替生日蛋糕 我都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 这件事也是很棒的 是 那说起生日蛋糕 我最近可能要吃 我都想了一招 我说你不要买生日蛋糕 麻烦你去哪里 买2公斤 2公斤的阿根廷红虾 即4磅4 到时候大家一起吃鱼山 因为那些阿根廷红虾可以这样吃 大家记得陈俊伟说这个鱼山饭 都可以用来代替蛋糕 就只差一支蜡烛 是的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着大家 足本重温声音客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